陈东创作的《遮天》 后期制作《小白菜》 第594集 黑黄在暗中大叫 小子 你要坚持住 遭遇雷阶西里古来罕见 日后修炼好处诸多 叶凡不言 他根本没有那份精力 无法分心 稍有不慎 就会成为肥灰 万事皆空 此刻他浑身剧痛 雷芒将他肉身打穿多处 如果是其他修士早已形神俱灭了 连灰锦都剩不下 哄的一声 又一次雷潮来临 天地抖动 万丈子芒将他缠绕 管穿天上地下 像是无数道精士大龙腾空 万物母气顶沉浮 悬在叶凡的头顶上方 与他一起精力雷劫 被紫海狂批 点痕无数 留下一道道 鲜甜纹落 人们屏住呼吸 静静地观望 第五次 第六次 人们吃惊地发现 叶凡无尽逼紧第九次雷潮 竟要冲过去 每一个人都极度地震撼 第九次雷潮如期降临 雷光万道 紫色成为了天地间的唯一 叶凡如海啸中的一叶浮瓶 瞬间被淹没了 呼的一声 无尽雷点 赤裂神芒 让天地间亮如白昼 璀璨夺目 像是无边的大火在汹汹燃烧 烧塌了虚空 最终 虚空抖动 万丈紫海消失 天地间瞬息平静了下来 像是从来没有发生过 当的一声 颤音传来 万物木器筑成的顶 坠落在地 打破了这种宁静 人们惊疑不定 不知叶凡是生是死 在画龙齿畔 一条身影浑身漆黑 与交谈没什么区别了 宁静在那里 一懂不懂 他冲过天节了 不对 没有一点生机 形体干苦了 这时 圣体陨落了 诸多修士在议论 一片嘈杂 所有人都察觉到了 那节焦黑的肉身 失去了生机 蹦了一声 叶凡直挺挺地 倒了下去 焦黑的躯体 如精力火结的木炭 近乎哭笑 死了 竟然失败了 圣体诅咒 果然无法打破 十几万年了 没有一个人可以例外 几乎快成功了 却这样消亡了 天地节 一片喧嚣 同情者有之 幸灾乐祸者有之 人们的反应各不相同 诸多大势力都长出了一口气 忽然 波的一声 在那画龙池前传来轻响 焦黑如木炭一样的躯体动态了一下 叶凡缓缓地站了起来 虽然通体焦黑 但是一双眸子却无比清澈 神光战战 接着 破裂的声响传出 他的体表军裂了 一层焦黑的老皮脱落 晶莹闪束 心声的机体呈现 他没有死 雷电犀利肉身 在紫海中获得了新生 他的躯体一定更强大了 众人惊骇 万万没有想到叶凡熬了过来 焦黑的老皮速速坠落 叶凡 与雷电而新生的机体 宝灰闪束 充满了强大的力量 他眸子清澈黑发飞扬 身上穿着一身白衣 如仙灵复苏 所有人都被惊住了 圣体无恙 这是否意味着 他冲冠成功了 在众人瞠目结舌时 唯有金色的小生灵 还在活跃 刚才天结将他吓跑了 如今平静后 他快速跑回 将漫天缘起都吸入了口中 叶凡感受自身的变化 他的肉身绝对冲冠成功了 可是他却无法展出异象 总觉得差了点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诅咒没有打破吗 他轻声自语 攥紧拳头 生命精气如海 拥有无尽神力 可是为何没有那种自然的契合感呢 进入四级秘境 将感悟天地秩序 神隐虚空间 会有种种奇妙变化 可是他却觉察不到 叶凡明悟 是了 我的神念 他为勾动出大道 没有什么体会 方才所有这一切 都是肉身在经历 神识 没有接受天节洗礼 并未能浑然合一 忽然 崩的一声 所有人都心急 竟要窒息 几乎要喘不上气来了 人们亥然 忍不住望向高天 雷声响动 如千军万马冲了下来 金色的小生灵 顿时一溜烟的跑了 黑黄暗中大叫 小子 当心 你算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 遇上了极度可怖的天节 肯定会有五重 每重有九次小节 还有 叶凡谋战神采 仰望星空 他已经历两重 共计十八次小节 根本没有历节完毕 呼的一声 雷霆降落而下 这一次不是雷海 只是九道虚影 交织点芒 如九尊神灵一样 那是什么 雷霆中怎么会有生灵 所有人都呆住了 九尊神影 以雷电形成 有的形似人体 有的如真龙 更有的像 鸟兽鱼虫 皆不相同 许多修士亥然 他天地真的有意志不成 诞生出了不朽的神明 他们不是神灵 只是雷电之力交织而成 是可不天结的一种 有圣主开口 话语平静 各种古籍说法不一 古之圣贤认为 雷结是天人感应而生 与历劫者本身密切相关 在众人议论时 轰的一声 叶凡早已陷入更大的磨难中 与其中一道虚影纠缠在一起 近乎在大战 这一次 不仅肉身在历劫 他的神念也冲了出来 接受雷光洗礼 承受着近乎粉碎一样的剧痛 第一道人影终于被破灭了 可是第二声巨响又传来了 这是一只神皇 带着赤红色的雷霆俯冲而下 化成生灵的雷点 拥有难以想象的威能 远比雷还恐怖 叶凡被神皇覆盖 强大的神念被魔力 化成了赤裂的光束 近乎在燃烧 他剧痛无比 但却忍受着 第三道 第四道 如神灵一样的身影 先后冲来 将会有九节 叶凡的肉身与神念同时历劫 坚持下去不死 便是涅槃心生一样的洗礼 若是不能抵住 那么就会永远的灰飞烟灭 同时 他的顶也在接受这一切的冲击 上面留下的先天纹落更多了 最后一声大响 第九尊如先王一样的身影冲了下来 打得叶凡横飞了出去 而后又快速被追上 无尽雷电将其淹没 他被先王吞入口中 让所有人都惊呼紧张的关注 噗的一声 先王被抛开 雷电消失殆尽 天地间又安宁了下来 叶凡的神念如一轮金色的太阳 赤胜无比 经历雷杰洗礼后 他的神念明显不一样了 有了一股接济神灵的气息 叶凡明雾 果真如此 他的神石在雷电中捕捉到了道的诡计 手握菩提子 感悟颇多 他觉得即将彻底破入四级秘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